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对子宫内膜的更容易接受胚胎做床 从这几方面来讲可能会有好处 但是目前还缺乏很强力的实验室证据 证明镜与点栏目确实对子宫内膜做床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这方面证据还不是很有利的证据 因为我第一个baby之前 移植之前我是有做过 因为我那时候是子宫内膜有点增生的状况 所以我回台湾就做了烧瓜树 然后后来回来就很成功怀孕 然后我想说哇 太厉害了 看来是有用的 但第二摊我就没有去做了 所以我就一直很纳闷说 这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影响 这是没做的 这是没做